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竟有如此多老贝贝守护 继奶奶粉后 老年男性粉丝也不少 王一博的粉丝群体种类绝对内于艺人之最 其他男艺人除了女友粉之外 最多再多个妈粉 还是女友粉比例占了绝大多数 但王一博不同 他的粉丝中妈粉数量是最多的 本以为这就是极限了 谁能想到 他竟然还有那么多的老贝贝们在喜欢他呢 最近一个开着宝马车的大爷被王一博粉丝们关注到了 原因无他 这位大爷在开车的时候 听着王一博曾经代言的喜马拉雅广播的广播电台 官方花絮视频都以电台的形式出现在汽车屏幕里 很明显这是这位大爷特地搜索出来的 那么他的身份也就很明显了 他喜欢王一博 看到这样的场景 有不少粉丝都在评论区现身说法 有自家爷爷和自己是同单的 有50多岁老头喜欢王一博的 有为了看王一博电影麻溜换智能机的 有公司大领导为了王一博在朋友圈宣传无名的 似乎很多人身边都有喜欢王一博的成年男性长辈 或许就是自己经常光顾的饭店老板 或许是自己公司的领导 或许就是自己偶尔认识的一个人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年纪普遍偏大 其实王一博招妈粉的原因就是 因为很多时候他真的又酷盖又奶盖 明明自己还有奶镖 却一点都不娇气 拍戏时打戏全都自己亲自上 各种竞技类体育运动都能玩得转 即便自己因为超负荷工作而病倒 都不会出来喊一声疼 在王一博足够幼稚的外表内 他的内心足够强大 也许也正是因为这样 王一博才格外招年纪大的人疼爱 宝可梦IP社长夫人 一个66岁的奶奶是因为喜欢王一博才给到 他这个代言 58岁老奶奶为了追星王一博坐高铁驱车前往 也有网友表达自己奶奶91岁了 为了追王一博 他的电影、电视剧、综艺一步不落 王一博妈粉既然多 那么奶奶粉多 当然不意外 然而 谁能想到王一博也有如此多的爸爸粉和爷爷粉 冰与火导演傅玉东 在参加王一博电影的首映里现场 直接说自己像是一个爸爸 再夸儿子一样地夸赞王一博 如今更是有一个素人的成熟大叔 在自己的豪车里听着王一博的电台 真的不得不感慨他的粉丝群体之广 其实喜欢王一博的年龄大的粉丝群体 应该比我们想象的都多 毕竟他是真的有魅力 又老少通杀 年长女性会心疼王一博的成名之路 会欣赏这个脸上有奶彪的孩子 会赞美他在演艺之路上的摸爬滚打 就好像看自家孩子一般 年长男性会夸赞王一博的竞技精神 毕竟王一博拥有摩托车 滑板 溜溜球 滑雪 魔术 多项技能 他的运动能力简直是藏在了男人们的心坎上 这种阳光热情又运动能力满满的少年郎 哪个男人能不喜欢 大概率这些长辈是真的希望自家有一个王一博一样的孩子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